改成非數字個數 當然這地方數字 那如果說今天要是什麼 非數字個數 就是 他不是數字的話 前面加個非 那如果說非數字個數的邏輯要怎麼下 其實當然如果說你前面這東西做得出來的話 那你後面東西應該就沒問題了 其實他的邏輯基本上 可以參考ASCII code表 這個一樣 如果非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這個方向 而且是這個方向 好那等於什麼 他應該是 叫做小於等於 應該是48了 包含47 如果是小於等於47的話 就是等於 有等於47也算 那我們剛剛用48好了 或者是大於 多少57以上 OK大於57 這兩個 其中一個為初的時候那應該 就 不是 什麼 不是數字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那 也就是說剛剛如果這個為初 這個不可能 所以這個不可能 就是如果他小於48的話 他不可能又 又大於58 又大於58 OK 所以基本上 大於57 所以基本上他只有一個邏輯 只要是一個邏輯為初的話 那他就是非數字 所以剛剛是用乘的對不對 剛剛不是用乘的 如果是用偶的話 記得用什麼 用加的 比如說他一個為 1加 0 其實就是 反正他就是非數 就把那個 非數字數量加起來 如果兩個都不是 那當然就 就 如果兩個都不是的話 那當然就 他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邏輯要怎麼下 基本上 其實我們可以 拿剛剛這個 這個 地方的公式 拿來修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 其實就把它貼上去 然後 貼上去之後的話 其實你要動個手腳 邏輯的話 就是 這個方向 48 57 OK所以把這個地方把它改成 48 然後方向怎麼樣 改一下 本來是 本來是大於的 把它改成什麼 小於的 小於47 你不是 或者 或的話記得把它改 改成加號 或 用加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方向也改一下 或者是大於多少 57 那你就不是數字啦 OK 不是數字的話呢 就幫我全部加起來 那一樣 其他 基本上 只有 改一個方向 這個 邏輯改一下 本來是乘 把它改成加 這個改一下 最後呢 Ctrl Shift 加Enter 執行一下 裡面的裏面的這些切的動作 好向下填滿 基本上就算完了 非數字五個 非數字兩個 基本上應該 都全部做完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做完一個之後啦 另外一個應該就比較好解決了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 這樣來做還是挺麻煩的 所以最好是能不能做出類似像這樣 然後 我剛講的就是你可以用VBA來做 VBA按鈕之外 你也可以 假設如果有個函數 可以這樣子 我需要留下什麼 留下的是 應該是我要算數字個數 有這個函數 那我只要給他原始資料 向下填滿 他就自動幫我 如果最好是有個函數是非數字 這個個數函數 一樣我給他資料 按個確定 他也自動幫我完成 那像後面這三個 VBA可以做到 但是函數 其實我怎麼想 好像 我目前是實在是想不出來用函數怎麼做 用剛剛那個公式 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 這時候怎麼辦 這三個 那你就只能用什麼 用VBA 那我是先把它做成方選 制定函數 裡面的話有一個留下 數字的函數 那我一樣給原始資料 如果裡面有是數字的話 他幫我留下來 如果沒有他就不幫我留了 OK 那英文呢 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英文的邏輯 跟數字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範圍不一樣而已 因為英文是在65 到90 可是你想說英文有什麼 大小寫的問題 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 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一律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 對 那不就解決了嗎 管他大寫還小寫 全部都變 大寫 再來判斷 就不用判斷兩次了 OK 那如何把那個文字 就是你原來的字轉成 大寫 一個函數就可以了 有個叫 u case u就up 就是把它 那有一個l case 就是把它轉成小寫 那我用那個VBA裡面的 先全部轉成大寫之後 再判斷他是不是在65到90之間 OK 那就可以寫出這個字例函數 留下英文的 OK 然後給他一個東西 按個下下填滿 有沒有 那留下中文的話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只要他的那個 就是 內碼 在0 他有可能是負的 也有可能127以上 那可能應該就是中文的 就是非數字也非英文 的這個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 把這東西呢 給做出中文出來 那一樣啦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函數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了 你要的東西就 抓過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內建的 我們的那個函數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工作上剛好有這方面需求的話 其實就非常好用 不然以往怎麼辦 土法煉鋼吧 而且還人工來處理 如果資料量大的話那還得了 而且常常有可能你的來源是什麼ERP資料庫 或者網路上來的資料 可能你只要某部分資料 可能就會需要花很多時間 那這地方的話當然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那個 函數的部分先完成 那制定函數部分的話 我想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的 好